民进党当局日前通过所谓台版芯片法 给与半导体电动车研发等行业租税优惠 但该规定发布隔日 台积电就正式拍板在德国打造欧洲半导体制造公司 该事件被视为台湾半导体产能加速外流的最新例证 据台湾经济日报8号报道 台湾世界先进半导体在规划新建旗下首座12英寸晶圆厂 并有意落脚新加坡 一旦实现意味着台积电、联电、利基电、世界先进 这四大岛内晶圆代工业者都在大陆和台湾以外 拥有12英寸晶圆建厂计划 此外还有消息人士透露 鸿海计划投资160亿卢比 约合1.9亿美元 在印度金奈附近打造一个半导体产业园区 计划2024年建成 针对台积电等半导体大厂纷纷到海外扩张 台湾中国时报指出 台积电正从全球产能最集中的科技巨头 成为厂区遍布全球的公司之一 产能集中优势不在 这不在台积电原先计划之中 台媒还道出 岛内半导体海外建厂面临的几大难题 第一是技能员工短缺 第二是工会难缠 第三是企业文化差异 第四是资源问题 有岛内媒体认为 台积电面临的挑战可能还在前方 而对于刚刚通过的所谓台版芯片法 有媒体则认为 其很难阻挡台湾半导体产能加速外流现象 更像是台当局的挣扎和叹息